小戴戴茨盈露出笑容 最后一五在巴黎奥运收阵就开红盘 对上世界排名第五十五名的比利时选手 谭连尼以21比15 21比14 短短38分钟就以直落而拿下比赛 回顾整场赛事第一局遇上小乱流 小戴还在脚手感也出现了失误 跟谭连尼比分一度摇得很近 就有一两分差 后段找到节奏以六分差收下第一局 第二局戴茨盈找回节奏 先不断调动谭连尼 还有贴王小球跟时间差出拍 拿下好几分只是一度失误 也让谭连尼以8比7领先 索性马上追回比分21比14拿下第二局 场边除了有观众大喊小戴加油 还有人用波浪舞来应援力挺 接下来台湾时间31号玩笑8点50分 要对决的是好友泰国选手伊瑟农 过去交手过35次小戴拿下20胜 如果顺利赢伊瑟农 就确定小组出现晋级8强 因为我今年的每一场比赛 其实都是最后一场 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 对我还是都专注在场上 戴茨盈就差一面奥运金牌 一组晋级后闯进8强 有可能对上一年一节东宗 或者是南韩的金家恩 过去跟两位选手生涯交手 都是戴茨盈9胜0败 四强赛可能会强碰南韩球后安喜赢 近两年交手戴茨盈是两胜九败 接续戴茨盈也得持续站稳走步 走到比赛的最佳节奏 为自己的生涯最后一舞 画下完美句点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